中共三中全会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官场是人事大变 包括中纪委常委侯凯空降到上海担任纪委书记 还有就是以江绵恒为后台老板的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贪腐沃案中 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鲁向东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外还有涉江派财政总管刘铁南案的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林秀山遭免职等 有分析认为 中共前党规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长期把持着中国电信行业 那么近期可能已经被中纪委锁定 江绵恒背后巨大的贪腐案正在被内部调查 11月19号 中共当局抛出新一轮人事变动 黑龙江省委19号宣布 免去林秀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 林秀山涉及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案 成为刘铁南案中案最新落马的中共官员 而刘铁南被称为江系的财务大总管 另外原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鲁向东因受贿2000多万元 11月15号被判无期徒刑 鲁向东妻子因共同受贿 在同一天也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吉林市中级法院15号已对鲁向东案做出一审判决 但大陆媒体在三中全会闭幕后的19号才报道这条消息 微博专栏作家赵云发表文章表示 鲁向东被带走是在去年的3月份 判决则在今年的11月 也就是说在没有明确调查结果之前 鲁向东被羁押了20个月 赵云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化 首先应当从尊重每一个还未被定罪者的合理人权开始 鲁向东是中国官场典型的 有一个牺牲品 所有人都能知道 这就是习理政府也是在给江泽民 或者说包括江泽民家族 江泽民的儿子在中国通信网络的这种地位 给他一个提醒 这也是习理政权可能要对江泰 大规模动手之前的一个山影玉兰封满楼的填兆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当政时期 他的儿子江绵恒在短短几年时间 就已建立起庞大的电信王国 如上海资讯网络 上海有线网络 中国网通等 业务相当广泛 如电缆 电子出版 光碟生产 电子商务的全宽频网络等 这次鲁向东案并没有通过中纪委调查 而是直接由检察院执行审判 显示了鲁向东案已被掌握重要证据 鲁向东今年53岁 案发时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同时担任中移动香港上市公司副总裁 他是继中移动原党组书记 副总经理张春江之后 中移动涉案落马级别最高的高官之一 其实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分架标 代表着江泽民这一派的失事 因为从三中生全会 他公布了那个决定里面 有很多人也针对江泽民家族的那些贪腐 或是非除劳教也是他那边最怕的东西 因为里面是侵承到江泽民祸害法轮功的 当时2008年美国全会报告是说 劳教所里面一半官员是法轮功学员嘛 所以现在非除劳教等于是对江泽民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三中全会之后 洗礼政权大动作清除异己 终移动未来新一轮的人事布局将会如何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 所有中字头的公司都不是地方政府来认定的 在这个位置上 我相信洗礼一定会安排自己的亲戚 自己的人马 因为掌握中国所有的重要资源 这也是提笔向以前的这些他们党内的前辈们去学习 中共党魁习近平阵营在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两个权力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改革小组 瓦解了江氏集团的政法委势力 而由张春江引爆的中移动窝案 涉案者名单可能会越拉越长 但不论落马人是何人 最后线头全记载掌控上海重要经济领域 也操控中国庞大电信产业的江绵恒身上